嗨,Rex 我現在要跟你講你要怎麼demo 打開Groopin 建議先使用先行體驗的這個按鈕 這邊不要按,就先不要sign up 一開始要注意一下 它開始會跳出來一個instruction 跟你講說你要按下面的button來開始分享照片 這時候你就按下面的button開始分享照片 以前的highlight我們已經把它拿掉了 所以現在一開始就是開始選擇照片 所以你這邊會看到說 我們會以天來區分每一張 來區分你的gallery 所以你會看到哪一天拍哪些照片 然後是在哪個地區拍的 那我們也有整個facebook的check-in 但是前提是你必須要先登入facebook才行 那如果說你沒有登入facebook的話 你只能看到說你是在哪個地區拍的照片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想要挑幾張照片來開始做分享 然後你可以看完照片之後按右上角的預覽結果 那你就會看到 我們就會看到說我們現在剛剛挑的照片的結果 做一個預覽的情況 那這就是你的朋友被分享到的時候會看到的情況 然後這時候你也會看到下面有個intruction 來跟你講說請點下一步來邀請你朋友 好這時候你就開始點下一步邀請朋友 好在這個邀請朋友這邊呢 你也會看到說 這邊會看到說 你有你的所有的contact裡面的名單 那你會看到說有些人有email 有些人沒有email 那目前我們必須有email的參考選擇 那如果說你沒有email的話 是不能夠選擇的 那所以我們必須挑選一個有email 那你可以在上面去用自己打字來搜尋 例如說我現在出入greener 那就是我greener就被搜尋起來了 那你在demo的時候你可以用其他人的 當場有人帶手機去的帳號來做測試 那注意一下說 你這個email必須是他Facebook的 他使用的Facebook的email 而且是 對反正就是他Facebook的email 因為我們Cloud在比對email的時候 我們目前只能用Facebook的帳號來登錄 所以Cloud在比對email的時候 就會比對這個email 所以必須是 該使用者 用來註冊Facebook的email 好,這是目前一個limitation 好,那現在開始按下share 好,那這時候 因為你剛開始沒有註冊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你要註冊的動作 好,那這時候你就按Facebook的button 來完成註冊 好 噔噔噔噔噔 好,完成之後你就會回到第一頁去了 那你會看到Status bar 有一個正在上傳幾張照片的這個狀態 那代表說我們剛剛的分享已經成功了 那他正在把照片上傳到Cloud去 並且通知另外一個人可以收到這個 這個share出去的event 好,那我們這時候可以點進去看 這個event 好,那這個event裡面的話 你會看到說 我們這個event裡面 它那個cover還有它排版的方式 那非常的漂亮 好,那這時候你可以點 不管你是點地圖或是點那個Avatar 好,那你會看到這個event的詳細的細節 包含說它是在哪個地點拍的 開始的時間結束的時間 以及在這個event裡面 目前是哪兩個成員 好,那目前就只有creener跟我 好,那你會在這邊看到一些bug 好,那你會在這邊看到一些bug 像是說我們這邊會 像是說你有時候可能會出現成員會有重複的現象 那這些都是目前已知的bug 好,那我們會再解決的 好,那這時候你可以持續的在 就是說你這時候你demo完了 可以換另外一支手機 就是剛剛的接受方 那你可以拿接受方的手機起來 繼續demo下去 那它理論上應該會看到這一封email 好,那這一個event 好,那進到這個event之後 它也可以開始加它自己的照片 好,那我們在加照片的時候 我們會做智慧的選擇 就是我們會根據這個event的時間區段 幫你選擇同一個時間區段裡面的照片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會幫你自動選去起來 好,那所以你也可以自己選 好,那選了幾張之後 按下新增照片 好,那這時候你看到 一樣我們的照片就慢慢地開始上傳了 好,那又在spot後 你看到正在上傳的照片當中 好,然後上傳完了 另外一邊就可以開始看到了 好,同步完成 另外一邊 理論上你拿起另外一支手機 就可以看到了 好,那你之所以可以交到 其他更多好的朋友 不過目前我們這一邊 還有一個還沒完成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近換了一個新的contact picker 好,那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還是舊版的contact picker 好,如果說你 沒有必要要demo的話 就先不要demo 好,那它重點是說 這個地方就是要讓使用者 可以再繼續邀請其他的好朋友 繼續把這個 把這個i散播出去 好,就是這樣 好,那這就是完成一個我們簡單的demo 好,謝謝